你好 孕君在此跟您请安问好 嗯 谢谢 孕君今天是以非常感恩的心 感恩观世音菩萨救了我公公的命 然后感恩他在9月10号 然后救我公公出家户病房 那在一段时间有念了21张小房子 那所以今天孕君是以感恩的心 然后带着家人还有朋友 到这里来参加这个书生的法会 但是刚才在法会的时候 孕君又接到来变 说我公公又进了家户病房 现在正在插馆中 正好帮他看看了 是 他几几年属什么的 他是1952年属龙 属龙的是吧 是 现在几岁啊 62岁 他的心脏很不好 你告诉他 他身上有个老妈妈 是 嘴巴扁扁的没牙齿的 死掉的 是 在他身上 你知道是谁吧 是 祖母嘛 在他身上要带他走啊 你的公公你不要告诉他的阳寿 他现在是62对不对啊 实际上他的阳寿还是有 他的阳寿应该是到69 但是他66就走就不行了 就要走了 现在就算这次出来的话 他到66 明白吗 所以我跟你讲 还有 你的这个公公呢 你 我不管 我不能讲其他的 就是反正这个公公也 也不是太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反正这个 这个 这话不能讲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叫他要忏悔 是 小丫头 你叫他忏悔 叫他好好念经 是 明白吗 要彻底忏悔才能严寿 而且拼命给他放声 放声要放 给他放一万两千条 慢慢放吧 了解 好吗 了解 嗯 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他如果这次出院 好好相信的话 他应该活到66的时候 应该这几年都没有大问题了 好不好 他过去啊 我告诉你 他也是脾气不好啊 嘴巴嘛 太会讲 呱呱呱呱呱 有时候讲嘛 就算了 问题还 看人讲 这是最大的问题 明白了吗 明白 谁长得好看 他就对谁讲 嗯 好了 对不起 因为这一个号码是运军 去求一位慈悲的师姐 好 所以这位师姐 又要托运军问 王仁义现在在哪一道 叫什么名字啊 王仁义 叫什么 王仁义 你看这种名字 我告诉你们 你们名字都要当心 这个名字就叫王仁义 你看看 还没死了就叫王仁义了 现在死了就王仁了 对不对啊 王是什么王啊 信我三横王 人呢 人义道德的人啊 人义道德的人 义呢 义是什么义啊 你们把名字讲出来的 王仁义的义是什么义啊 义 义气的义 男的女的 男的 他已经给他念了很多小房子了 已经把他抄到阿修罗了 谢谢 谢谢陆台长 谢谢 给他